各位屏東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屏東基督教醫院家庭醫學科謝偉倫醫師 今天很榮幸來跟大家介紹市面上流行的所謂減肥增 是什麼樣的產品 減肥增就是一種胃腸道的荷爾蒙 也就是腸蜜素 那它的作用主要就是在我們的腦部 抑制食慾以及能夠在減少我們的胃腸道蠕動 所以它就是新型的減肥藥 它有胃腸及腦部食慾中枢雙作用的強效減肥藥 那在我們的糖尿病病人以及肥胖的病人 因為在先天上就會缺乏這樣的荷爾蒙 那我們藉由這個增劑的補充 可以讓我們改善這些抑胖體質以及糖尿病的體質 那平均使用一年以後 大約可以減少體重12%到17%的體重 也能夠減少七成的病人空腹血糖 能夠讓血糖恢復到正常的水準 那最好的作用是它能在八成的減肥病患 可以避免它因為肥胖而進展到糖尿病的病程 那這是目前市面上減肥藥所沒有的 那目前上市的這個減肥針 在台灣合法使用的都是每天一天一次 要能夠自行學習施打皮下注射的 那未來會有一週一次更方便病患使用的 每週只要施打一次的減肥針 那以上就是我們目前市面上的減肥針的 目前的使用狀況 屏東基督教醫院也關心您